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艾丽 我的朋友 真是对不起 张大妈生病了 发高烧 我实在赶不回来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已经吃过饭了 韩班长的手艺很不错 对 很不错 老湘 你到底有什么事 送 送了碟 老妈把饭烧糊了 她就把我妈打个半死 她妈要寻找人跳崖里 我爹吓坏了 说非要请马博斯过去劝劝个妈 你是李家差李友人的孩子吧 我爹说了 只有马博斯能劝劝个妈 再谢也不行 艾丽 你现在不属于自己 你一直属于自己 陈锦伯 到 你从艾丽先生回去 韩班长 马都累了 我跟这位老湘 一起走路就行了 首长 我跟你一块去吧 我得保护你的安全 你现在是保护艾丽先生的安全 是 好 艾丽 我明天去找你 好 老湘 我们一起走吧 你说这是啥事 那凉口子吵架 你要找马博斯 这算个事啊 上次刘家铺的老湘丢了头猪 他们还请马博斯给算卦找来 马博斯说 我不会算卦 你猜那个老湘说啥 说啥 说啥 他说你是马博士 咋能不会呢 他们 他们是帮马博士 当上万能博士了 对了 这里是两百块发币 转交给马博士 好 谢谢艾丽先生 艾丽先生 请吧 好 再见 艾丽先生 艾丽先生 他本身不是写了 organizing 吴盾丽先生 书长 你回来了 vessels 已经热好了 你先带着吃吧 好 我在老湘家吃过了 韩班长 给我煮一杯咖啡 等一会儿 我还要去新华广播电台做节目 好 好 书长 那个破译没在跳崖吧 总算劝过来了 里有人太不像话了 为了一碗饭 把老婆打得偷破血流 我对她说了 再这样就不是请我来了 就是请保卫监管处的人来了 她向我保证 以后也不敢这样了 书长 这地方的男人打老婆 跟家常便饭一样 正常 正常 这是不对的 韩本长 你要是打老婆 我就把你送到保卫监管处 我还是 书长 俺还没结婚呢 我是说你结婚以后的意思 我咋时候能结婚呢 确信 叔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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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糖 美国糖 看看看看 没吃过 尝尝 这让你吃了 我得给莹莹留着你 哪个村莹莹啊 给牛沙挂起 韩班长 赶快备马 哦 书长 经纪的书长要过过来 忘了忘了 完了 哎呦 完了 别忘了 爱丽先生还留下二百块钱呢 知道了 董班长 忙着你啊 三斤半 来了 来嘞 董班长 我帮你烧火吧 好啊 来 不让你白烧 一会儿给你个大鸡羊肉吃 董班长 我帮你干活可不是为了吃啊 对 三斤半 可以啊 跟着马博士 这觉悟有所提高啊 那当然 马博士是大傻子 永远是小傻子 谁说马博士是大傻子呀 你不知道呀 说的人还挺多你啊 教育厅那洪副处长 就这么说过 洪副处长 哪一个洪副处长 说了你也不认识 董班长 你能不能 现在就给你个洋芋吃啊 还没熟呢 三斤半 你不是不为了吃吗 我刚想起来 我到现在还没吃晚饭呢 你 你可三斤半 行 一会儿熟了 你去我看 你见了吧 对 好 各位先生 谢谢观看 和晚安 老博士 谢谢你 不用谢 这个是我的工作 所长 来 洋芋刚热的 赶紧趁热吃点吧 太好了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马铃薯 当然 要是有黄油和奶酪 会好吃一些 呦 首长 我们这儿就只有辣椒和盐啊 要不我就给你拿点 不用不用 下次我会带一些豆腐乳 是韩德牛做的 很好吃的 行 那首长 那你慢慢用啊 好 老博士 你得多吃 老博士 你要隔壁药里休息一下吧 不用谢谢 我得吃我的马铃薯了 多吃点 嗯 走 贴老老博士 哎呀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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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急着要去延安吗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明天有车去延安 你们准备好 吃好早饭就出发 看不懂 马博士好 洪福处长 马博士你好 你好 我刚从卢一寻诊回来 路过这里 有一些情况要向你们的交易厅反映 马博士 什么情况 是蚊子 不少老师和学生 被蚊子叮咬了 他们的皮肤出现了红肿溃烂 治疗很痛苦 所以呢我们需要想办法 给他们发一些没有蚊子的药品 这个事不是归你们卫生部门管吗 是我们的事 但是这个需要钱 要你们交易部门 向卫生部门申请这一笔经费啊 行 那我向我们厅长马上去汇报去 马博士 你看最近从国统区 有很多进步亲家来我们延安学习 我们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青年们来了 当然要给他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啊 对 红副处长 我上次说了 我要请你吃饭 你没忘了吧 我一直都在期待啊 那我们说定了 今天不行 明天吧 明天晚上在合作社 我请你吃饭啊 一言为定啊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别忘了 蚊子的事 放心 忘不了 好 不送了啊 你别忘了 红副处长好 徐长青 二十岁 王洪青 刘晓璐 十八岁 苏菲 苏菲 既井 主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宁英 我认识 她曾经是我的战友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那天我去过执行死刑的罚场 你去了枪毙人的地方 是的 我看到了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 被枪杀 你 你看到宁英了吗 她们呼喊着抗战口号 身中树袋 倒在身后的图垢里 老博士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敬你一杯 洪处长 我在上海 也认识一些学校的学生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 她是非常优秀 她也是上海一个电影明星 她叫苏菲 我对他人家触来 你一定要我 他会是一个大人的 一样的女孩子 你觉得她保护了 我对她也认识 那是她的女孩子 我应该叫她 她在认识 你女孩子 我一样把女孩子 她的女孩子 我说是女孩子 她是女孩子 她的女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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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呀一直在等你们 终于把你们给迎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认识我吗 徐世威 苦心心的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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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们 稍微那儿去坐一会儿 喝茶好不好 好 走 好 来 给我 给我给我给我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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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杨伦云 喝水 好 谢谢虹剧处长 苏菲 谢谢虹剧处长 你们坐坐坐 来坐 苏菲 我们有两年没见面了 你是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越来越像宁英了 当然啊 我是说她气质上长得像 我哪有宁英姐有气势啊 侯副处长 你是不是从山西到了延安 对啊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延安呢 是宋真帝告诉我们的 宋真帝 她怎么知道我在延安呢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她好像对你的情况 非常的熟悉 这就奇怪了 我从山西到延安 这么秘密的事情 宋真帝远在昆明 她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是说她是特务吗 好了 不说她了 好 同学们 这个表格上面 有你们美人的名字 和所要去的学校 一会儿去鲁鱼的同学 我会送你们过去 来 刘静云 你的 苏菲 你的 谢谢红副处长 徐世薇 你的 袁沐云同学 谢谢 我是去鲁鱼戏剧系的 我也是鲁鱼戏剧系的 为什么我是女子大学 苏菲 你是哪个学校 我也是鲁鱼戏剧系的 什么 为什么你们三个都是鲁鱼戏剧系 只有我一个人是女子大学呢 红副处长 你看一下 是不是哪搞错了 他们都 袁沐云同学 这没搞错 去哪个学校啊 都是有比例的 现在呢先这么定 将来会根据你们美人的发展 再进行调整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边啊 是黄土高破啊 漂亮吗 漂亮 漂亮 马上到了啊 马上到了啊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房子呢 这就到了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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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同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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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介绍一下啊 这是新来的苏菲同学 这是刘静云同学 刘静云同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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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新来 同学 您好 苏菲 静云 这儿啊 以后就是你们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了啊 刘静云 你的宿舍在那边 好的 我先过去了 走吧 进去参考参考你们的新家吧 走 走 走 来 就这儿 走 行 快点 回来 快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治疗 但风险太大 是的 副部长和马博士也是这个意见 现在看来非做手术不可 我们会尽快拿出方案的 是 手术先生 你准备给谁手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马博士 请你不要再侮辱我的人格 我怎么在侮辱你了 怪不得 新来的希勒大夫也叫我 这都是你教的吧 我就是把事情告诉了他 方便帮助你提高 有什么不对的 提高 提高 提高个鬼 我又说什么了 我没有啊 复部长 副部长 明幻同志 中央的电话接到了吧 我刚接到电话 说您马上要过来 马博士在吗 在办公室 刚来了一位德国的外科大夫 叫希乐 这位德国医生我已经见到过了 他来得正好 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郑峰同志的手术问题 走吧 是 马文长 三斤吧 所长晚上要请人吃饭 你准备一下 请谁吃饭 是个叫西勒里德国大夫 刚来延安的 德国大夫 德国人爱吃啥呀 德国人也是人 吃饭都行 什么鸡肉羊肉炒鸡蛋 洋鱼叫个马铃薯 延安生产的威士忌 还有你韩班长的豆腐乳都行 你小子说得到请教 这都是花签的英省 首长说了 艾黎先生给的钱就是干这个的 阿波长辛苦了 你小子就长得一张嘴 郑峰同志在江西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老首长 他本来未就不好 长征的时候吃过不少苦 现在连一口粥都咽不下去 前天苏联专家也为他检查过 认为啊非做手术不合 但目前我们的医院 没有做这种手术的经验 万一出现什么不测 那么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啊 马博士 你怎么看 没做过也不是不能做的意思 而且谁都会有第一次 我们不能拿郑峰同志的身体做实习 我认为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郑峰同志送到苏联去做手术 我不同意李副院长的意见 郑峰同志身体的情况 不适合长途输送弄不好 把路上会没命的 我同意马博士的意见 因为郑峰同志 现在连走路都困难 可是在我们医院做手术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 李丽严同志啊 去苏联的事情可以先不易 我们必须立足本院 而且呢 就在你和张旺大夫当中选择一位导出头 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副部长 我可不信 我只做过蓝尾切除手术 还是在李院长的指导下完成的 我认为这个手术非李院长不可 我也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协助李副院长完成这个手术 不行 这么大的手术我没做过 万一郑峰同志 我无法向周恩交代啊 李丽严同志 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在边区医院 你还是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吗 副部长 你是我的老首长 上战场抢救伤员 我从来没有退却过 你指到哪儿我冲到哪儿 可给郑峰同志做手术 我真的不行啊 报告 副部长 赵峰同志给了条 老博士 看一下 这是郑峰同志写的条子 他知道要给他做手术了 他的一件事由你来给他主刀 华博士 郑峰同志这么信任你 我看你就不要推辞了 好吧 我要请李副院长做我的助手 可以吗 不可以 是这样 我是说啊 不是完全不可以 我是想让张旺 给你做助手 我作为副院长 来做保诈 好了 不敢 就这样吧 手术小组 由马博士 张旺大夫 凌副指导 三个人组成 由马博士负责 好 你们赶快 把手术防安 做一下 尽快报院里边 卫生部 以及中央批准 好吧 好 好 好 全这个食材 来到这里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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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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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a,為什麼你決定要來中國從德國來? 我從德國到德國去中國,後來我去香港 後來我認識了一位女士 她名字是Chandyandan,我相信 後來她來我來,Yuan The First Lady,她是一個很棒的女士 一個很棒的朋友 她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讓我們吃一碗的女士 謝謝 謝謝 Hila,How are you feeling of the upcoming operation? 其實,I feel not good,you know I'll check it all of them I think they are sick I inside,it's too much I think there are two more I think the same How many chances do you think that we could succeed? 其實,I cannot tell you no You know,because,I need to open it I need to operation to see it After operation,I can tell you clearly After dinner,I will go to the hospital I will talk to Dr. Zhang And the nurse Ling are also there They will discuss it with us 嗯 法國師和希勒大夫都認為 鎮蜂同志的病灶 並不完全在胃 很可能是食道理由重要 他們的意見 是要做開胸手術 好噢 Wam 揭櫃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这次广报的内容挺好的 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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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篇有点空 赞 订阅 订阅 赞 订阅 订阅 洪副处长 赞 订阅 赞 订阅 订阅 出门报 行啊 你们挺充实的 来了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样 生活还习不习惯 还好 就是 吃的有点不太习惯 没事 我刚来的时候 也不习惯 工作 生活 包括学习 都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样你们有什么困难 随时来找我 我也会经常来看你们 谢谢洪副处长 我们也会尽快锻炼自己 适应这里 好 苏菲啊 千万别把自己饿瘦了 这样吧 等我忙完这一段时间 我请同学们去合作社吃饭 改善生活 好不好 好 谢谢洪副处长 好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再见 洪副处长再见 别打 洪副处长对我们 真的是太好了 是啊 要是沐云在的话 一定会被改变洪副处长 不过 我觉得洪副处长 是对苏菲一个人太好了 洪副处长对谁都是关心和鼓励 喂 你可别在这儿神经过敏 好了 苏菲 我也觉得 洪副处长对你真的特别都关心 你也这么说 好 好 你们俩就是一对儿神经病 好 好 行了 赶紧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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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博士的报告 部里和中央都已经批准了 手术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 这就是说 患者有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又是必须要面对的 中央那批剑上说 消除顾虑 细致筹创 大胆手术 马博士 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赶快提出来 从条件上来说 我们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但是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从技术上来说 我没做过这样的手术 成功率只能是百分之五十 我只想说一说 医生的责任 如果我的病人只有手术 才能有生存的希望 而且我这个手术 从来没有做过 那怎么办 我看着患者等死吗 还是拼搏一下求生呢 我会选择后者 我会选择后者 要是患者 死在手术台上怎么办 这种可能性很大 但作为医生 我至少不能留下遗憾 李副院长 你也表个态吧 我们会全力配合 手术小组的工作的 万一手术出现意外 责任将由我们医院负责 由我这个主管医疗工作的 副院长辅助 很好 不过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 我不同意责任的说法 因为这不是尸骨 患者在手术中死亡了 也是很正常的 不会因为患者是一个高级领导 就先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 对医生来讲 这是不公平的 对医生来讲 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其中一个不公平的 不公平的 对医生来看 没有尸链 的 你来 来 服务者 坐 宁儿呀 这手术都四个多小时了 真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应该不会吧 通知食堂 把饭准备好了 等大家出来都能吃口热的 好 我已经安排灶上 把鸡汤炖上了 等手术完啊 他们就能喝上了 丁远啊 这都八个小时了 手术还没有做完呢 我都问过了 说马上就晚 出来了 郑峰同志 郑峰同志 张峰 情况怎么样 是吗 服务长 我不是说 手术没有问题 但我们条件有限 恐怕 恐怕 郑峰同志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 我可以说 你还没吃过 我会说 你还不吃的 我会被邀到 那是 你会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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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韩德牛 社长 你去 买这瓶羊肉 咱咋有羊肉 哪里来的羊肉 是三年半说老乡送的 是哪个老乡送的 罗长 就是人家送的 不让说 三进半 你不是说八路军 不能收群众的东西吗 是不能收 可这次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 是张家阁道的莺莺给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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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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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鸡 一起去医院 我自己去 你去给人家送钱 首长 你慢点 您小子 这是把影音的话当圣职的 你懂个事 这叫爱拉乌有 爱 爱 爱 谁 这是英语 告诉你 你也不懂 爱 爱 拉 乌 乌 有什么有 编曲 李宗盛 雅 缘分带你来到我身边 注定你我不只是擦肩 深邃双眼 清澈最殘 沉沉比月色浪漫 缘分带你来到我眼前 闭一眼认定见舍相谈 温柔似水 斗口放脸 笑如一春花娇艳 无灰无燕 这天地间 有你有我 心手相欠 为了相同的梦 相信爱 相信明天 相信明天 无灰无缘 这天地间 有你有我 心手相欠 为了相同的梦 相信爱 相信明天 我心手相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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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相同的梦